陈观林遭报酒店白痴白河。儿子受害已被霸凌。 陈观林痛心儿子无辜受害。 。 二十万零一千八百零三点一五。 一家人男星陈观林一月被报酒后对同性女星景轩裤子脱离板,她否认自事,左右被本土局演员陈光潜至上酒店白痴白河,玩女人,后被要求付十万元九千。 本土剧演员陈光潜,日前直播报道男星陈观林在酒店白痴白河。 原本陈观林以为对方像刷存在感一笑之之,但看完对方的直播之后实在太生气,因此作误。 十四天已经正式向陈光潜提告,不想再任人糟蹋,但陈观林痛心的是,自己的儿子却无辜被牵连,疑似遭受霸凌。 陈光潜直播致歉。 陈光潜着凌晨突然在脸书开直播,她透露收到谢新一律师信要求道歉,因怕母亲担心,因此在影片中数次说对不起。 她受访接住报陈光潜连接十年前拍三里电视剧《我一定要成功》时,数次上酒店装傻不付钱,最后在杀请酒上被电视台长官要求买单约十万元费用,陈光林隔了一年才结账。 对爆料,陈光潜说:"我最近要不要去买太岁,我跟那个人不熟。 还说:"我可以一笑置之,但我太太觉得恶意抹黑没办法容忍。 。 谢新一则解释,是陈光潜和钱东家交恶,因他们夫妻俩跟他钱东家是朋友,陈光潜就扯他们夫妻俩。 让他不能忍受的是,他二月在脸书直播说陈光潜喝了酒天天打他,还说他的姊妹陶是陈光潜的小三,说我们两个共是一夫。 他上脸书对陈光潜表示话不能乱讲,但陈不理,他决定讨公道捍卫清白。 根据苹果日报报道,陈光潜近日接孩子下课回家,曾经担心地问儿子自己的事有没有影响到他上课,儿子虽然笑笑说没有,但陈光潜却看到儿子手上有抓痕。 虽然儿子说抓痕是跟同学玩造成的,还是让陈光潜相当伤心,一边掉泪为儿子擦药,一边又希望这不是霸凌事件。